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 在轩男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 《东周列国》 上一回正听到 这陈国的两个坚定之臣 孔宁、宜兴富和银档的夏基 勾结在了一起 而且这两个人还互相吃醋 孔宁准备把陈灵工也介绍给夏基 那么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又能不能够得逞呢 咱们接着往下听 这宜兴富老来 这孔宁可吃醋 怎么办 我得想一半个 他想出一主意来 我把主公给叫起 我把陈灵工给他介绍去了 他是主 我们是陈 我看你宜兴富怎么办 好 这主意太好了 找何华来了 又给买份礼物 又来了 我家主母 偶染风寒 行了什么 宜兴富来了 我知道 不是偶染风寒 现在我跟你商量商量 我想把我家主公陈灵工给带了 你看怎么样啊 哟 你也福利是吧 本来你就上不了钱 你在介绍陈灵工 你还来得了吗 你不明原因 陈灵工啊 比我岁数大 身体也不行 但是他是军 那你更上不了钱了 有一好主意 你不知道 我得偷偷告诉你 我家主公 有病 什么病啊 狐臭 你老跟他在块待着 我瞧你身上都有味 我可不跟你闹着玩 他真是狐臭 东周列国原文写的 业气就叫狐臭 那我家主母要不高兴的 还得敢吗 成功之军 他也闻着别扭呢 我就能蹭点油 嘿 何花用手一直咬你的 蹭不着又不是还你的吗 你说这人多不要脸 何花答应了 你得跟国军商量商量 他愿不愿意 他求之不得的呢 回来找主公来了 主公 闲得哼吗 闲得哼吗 你怎么老不来了 上哪玩去了 没玩去 我不问您 想不想下机 未曾见过 听说绝世美人 天下无双 对了 你见过 不单见过 你看这个呗 神不是 你往里看 下机送你紧当 想不想啊 得了 年今四旬 三月桃花也败落了 您福尔过来 我跟你说 妙不可言 俩人敌我的什么 吃葡萄葡萄葡萄皮 就把下机的妙处 讲给陈灵工了 陈灵工当时就愣了 伸手揪着孔宁 孔宁台中 一看摸摸脸 您双颊发红 下高了吧 傻了 如果能让我 这下机一面 我给您办行不行 必有重谢 必有重谢 咱们明天都去 等不了了 第二天早朝传指了 今天郊外也有 一位乡车 只有孔宁随家前往 华爷传出了 文武重心全走了 这宜兴富 咱们一听 可就动了心了 孔宁前往上哪去 在后边派人跟着 奔竹林 方向都走了 前面已然送话去了 但是 陈灵工不放心 说孔宁你先去一趟 你告诉下机 我到了 我是国军 孔宁 骑着马先下去了 一敲门 荷花出来了 国军已然到了 都准备好了 禀报夫人了 禀报夫人了 夫人正在准备着 好吧 回接禀报 咱们叔不说废话 坐着车来了 荷花开门 国军来了 引入厅堂 落座 孔宁在这边陪着 荷花在下边站着 有请夫人 这陈灵工脑子里 全都是美貌的女子 不知道这下机长得多美 听声音望外桥 下机来了 下机是司马的夫人 她丈夫当过官 是朝中的司马长兵权 虽然丈夫死的 她得身穿盛装 那就是官太太穿的衣裳 来到灵工面前 飘飘下拜 但在陈灵工的眼睛里 啪啪啪啪 全都是下机 看不清楚了 下机 飘飘下拜 臣妾 叩拜 君王 妾子征男 在外救父 寡居至此 有失礼节 妄物见怪 说的话很好听 孔宁赛 一看这陈灵工啊 陈灵工这样 主公 到了仙境 何处鸟儿在歌唱 夫人给您行礼呢 因为列国原文写了 说陈灵工听见 下机 飘飘飘下拜 说这几句话 有如新英 立传 立立可听 就如同鸟在叫唤 太好听了 不是我连里如鞭的 是我给他分析一下 哪的鸟儿在歌唱 夫人给您下拜的 低头再一看 眼睛回不来了 我公众所有的飞兵 没有可比 没有一个人能够比的 天下 地上 仅此一物 封建社会男人观女人叫 游牧 他喜欢的 就这么一位的 没有比他再漂亮 连眼发指 主公 那意思您说两句 啊 哎 寡人 咸游至此 经过此地 呃 这个 呃 清造尊府 不要害怕 夫人请起 下机站起身形 脸刃 以免这衣服往这一摘 哎呦 陈灵宫这活就没了 知道您来 预止到 蓬壁生辉 预备点小宴 未敢献上 你想给国君敬酒 给国君预备好吃的 还得敢吃 不然的话 你下多个班呢 所以必须得说这几句话 旁边孔宁之哆嗦 还预止呢 就说这脚呢 预止 其实都是脚指的 啊 国君这脚指就是预止 是和田的呢 还是子预的 咱们就不知道了 是吧 这个 也许是 安山的秀玉 啊 那秀玉就没有子预之前了 为什么孔宁着急呢 您还预止呢 您想想他趴着这看 这干什么 我整在孔宁这 孔宁闻着这夜臭啊 还预止呢 一会儿您就知道什么味了 孔宁知道没 夏季也没看 陈良公也没看 陈良公公看着夏季 好啊好啊 听说竹林修造的非常好 我听 孔大夫依然说了 说你这竹林 又是草 又是楼台电阁 夫人 既然预备点小宴 那么我就 逃扰了 可以更换衣服 引我 去朗 就是你把这双官服脱了 换成便服 你带着我进去参观 参观你们家 就是这意思 遵旨 夏季 他一转身 就跟他变魔术似的 好把俩旁门伺口 穿官衣往下一退 陈良公再一看这夏季 如雨后梨花 雪中香梅 一身白色的纱的衣服 可能薄老拓就从那时候兴的 上面只是点点的梨花瓣 还有一些梅花秀的 点点坠坠而已 一看这夏季啊 雪中的美人 没法再动眼神了 祝公请 不是 头天太老 这孔宁在后边跟着 尤打这天堂出去往前走 目不转睛光在后边看 孔宁用手一指 祝公您看 这园中景色如何 我看看我看看 不得不看了 孔宁这指引的 一看确实美不生抽 不但人美家也美 路并不宽 乔松秀木 齐花 其实 有小小的沼泽 有厅台楼阁 当中点一座高楼就一座高宣 叫高楼 旁边都是弯曲的曲狼 两边都是厢房 都雕刻的山水 雕刻的故事人物 而且这高宣非常敞亮 上边很爽 都是猪篮 绣纱 就是狼 都是红色的 这个纱窗都飘着 绣的花的纱帘 哎呀 让人心宽神怡 再往后干 这曲狼 往后一通 直通内寝 就是通下鸡柱的地方 再往旁边一看 马舅 养着好几百匹马 你说他们家大司马 他们家有钱没钱 再往马舅 那边一看 一大片 草谱 那草的绿 好家伙 照踢足球能够好几个球场 什么地方 跑马舍舰的 因为司马的别墅 您想想 司马府 他在这跑马舍舰 必须有这地方 而且有人工修点的草 特别的漂亮 陈灵工就在这心矿生意 不决绝的 就迈不上了台阶 怎么上的 这高宣上的 楼都不浪 到上边 酒宴依然摆好了 下机 端起一杯酒来 臣妾掀酒 哎呀 不用掀了 不用掀了 请坐 千岁在此 掀掀我的座位 哎呀坐坐坐 住人掀掀不坐 下机就坐这了 孔宁王这一坐 荷华在那伺候着 这四位 陈灵工是目不转睛 这位下机是眉不纯情 旁边那孔宁师 丧不大眼 这荷华呢 是招了把握 你要看咱们江湖从南 招了就是眼睛 把握就是看 招了把握 看什么的 茶烟官司 我好给他勾的一块 我干嘛的 那陈灵工还不喝吗 喝得明顶大醉 这怎么眉不传情 怎么调情 我不会说这 喝得明顶大醉 掌上灯光 蜡烛 沙灯 给高学生更漂亮 杯杯净 斩斩干 又来个二来来 把所有的菜肴全都换上 孔宁在旁边陪的 这滋味大了 整在这嘎吱窝 底下这 心说夏季 你琢磨着吧 一会就够你呛 喝着喝着 月亮都上来了 这陈灵工实在是喝不下去了 往这一歪 着了 夏季站起来了 荷华用手一指 指着孔宁 骂钱翘吧 您买本江湖苏谈就知道 马前翘 那意思 您走吧 快点走吧 翘就是走 马前翘快点 您快点走吧 后面又扫不大眼出来了 我能上你屋待会儿就不成 以后还得伺候着 我还得伺候陈灵工 你到前院休息吧 单开一间房间上前院得轰走了 临走的时候 拉着下机 莫忘我的恩德 这可是主公 陈国国君 陈国国君喜欢你 你可千万伺候好了 行了就少废话了 我够福利似的 你呀 气魄 这句英语我还没学过 什么叫气魄 贱 这口您走了 下机 走了 一会儿捧上 背后 那好背后呀 给林工 扶着 跟荷华 扶到旁边里套筋 那有踏 往这一趟 把背后给盖上了 然后祝福 何华 你好好伺候着 我到后边 香汤沐浴 香汤沐浴呢 他用的什么东西呢 当时下机那 我也没考证 反而洗完了 早了 挺干净 挺香的 在屋中 骑士 坐着一等 陈灵工在这 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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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睁开眼了 把眼睛睁开了 哎呀 口渴 何人伺候于我 何华在此 伺候千岁 我口渴 跪着 把汤献上来了 一喝正好喝 什么汤啊 这个 是酸梅 醒酒汤 何人兼之 见卑 兼之 我熬制的 这醒酒汤 醒酒汤 什么做的 酸梅做的 所以酸梅汤 可能有多少年历史 咱就不好调查了 酸梅醒酒汤 你是谁 何华 哦 陈灵工一听 我想起来了 您跟我说过 这何华 可以把我引到 下街面前 他既然能做这 酸梅醒酒汤 他就是没人 哎 我来问你 你既然能做酸梅醒酒汤 能不能做没人 屁股 那您有 忠义之人吗 哎呀 我看见你家 主母一人 神都不能颠倒了 我不会做没 但是对传话知识 我挺耐行 如果您不嫌我 主母 残体 我可以引之 什么叫残体 因为他接了婚一人 丈夫一人 死了 这是寡妇 不是大姑娘了 你要不嫌他寡妇 我就带你去 淘气一路 掌上沙灯 带后边去了 这下机洗好了 穿好了 比刚才那套杀衣 还得拔楼套 往这一坐 等着 脚步声音响 下机起来 刚会迎接 陈灵工麦达 不蹭就穿过来了 这猴豪的米坎达 您能走了 下边的事 其实电视剧也常演 我就看他们演着 一会儿摟过来 入围啊 什么露着胳膊 反正大腿板 当中这样 盖上点 是吧 就这镜头 人也 我说不出来 这种语言从来没说过 其实了 是吧 这一小啊 够下机受的 他这业气呀 还不是普通的业气 高度的业气 那没办法 那是主公 陈灵工 干什么 可陈灵工高兴啊 好就好 这么美的美人 销售一夜 第二天起来了 您得回潮了 不想回去 不想回去 您得回去 下机信说 我差着味儿吧 是吧 依然备好了早饮 请您吃完之后 马上回潮 呃 这个 就是舍不得走 行了 您记着我就行了 拿起一件短衫 就给陈灵工穿上了 这件短衫 因为陈灵工 长得比较猥琐 穿在身上 虽然扣不上扣吧 但是也能凑合 哎呀 有这件衣服在身上 那么就随时可以想到夫人 呃 夫人 在家中 家居这么多年 今天 有意寡人佛 就是我跟你今天 咱们一宿的夫妻了 你能不能把我记在心里 下机说 大王 实不相瞒 丈夫过去之后呢 我不能自制 您这人要说实话 啊 我管不住四分 这个 也有那么几个人 但是今天 主公来了 从此以后 我不再有外交 就是有您了 我就不跟别的男的来往了 这一位呢 也真气魄 推荐 没关系 没关系 只要心中有我 能常来就行 你以前跟谁交往 我不在乎 哎呀 这个给我说成一说 没有什么人 也就是我丈夫的生前好友 孔明 陪您来的 还有一行妇 哦 好不好啊 都是我的 好忠臣 嗯 那从今以后 就不让他们来 没关系 只要我呢 我不忌讳 随便让他们来 别想去 心中这位还挺大方 是吧 然后给穿好了衣服 吃饭早点 早晚您才讲话 吃饭早点 上车走了 人家文武仲卿 在朝堂这等 人呐 等他上朝呢 天朝 孔宁陪着进来了 这一行妇一看 果然是这么回事吧 一行妇 伸手一拉 把孔宁拉过来 干嘛去了 你管着吗 这么好事你办 不让我办 下回你带着去 你说这什么精神 我上朝 大家伙没办法 第二天上朝吧 第二天上朝了 散了朝了 得办国家大事啊 这陈灵工脑子里 全都是下纪 没事上着朝 老摸子哥的小医生 这汉山 等都刚下朝 你等一会儿啊 他着急 许位 孔宁 一行妇 大家伙还没走远呢 这二位回来了 这孔宁有什么事 好啊 这个你们俩小子 不干好事啊 上下纪那去 为什么不干 没这事 没这事 没这事可好 人家都告诉我了 每日都跟我说了 这么好的事 不让我先尝尝 你们俩先去 您瞧这 您是君母是臣 就如同您是父母之子 有好吃 怎么先尝尝 尝尝什么呢 怕您不爱吃 我们尝尝好吃 再献给您 那分什么东西 那熊长得让我先尝 打吧 随着说 你们跟下纪好 但是下纪 没送你们东西 瞧这一先 这可是一国之君 瞧这汉山没有 下纪所赠 一幸福说 您瞧我这个 碧罗戎 从这里 谁送的 下纪 你有没有 我有 您瞧这个 把裤子捡 神啊 不是 你往里头看 好好好 太好 太好了 哎呀 没想到 孔宁里 办出这么好的事 给我带着下纪 太美妙了 我死而无憾了 这三人竖着 腾腾腾脚步声音响 他进了一位 手中抱着象牙护板 垂身正护 把脸望下一唇 这俩 怎么一看吓坏了 谁来了 这蝎智来了 忠臣蝎智 蝎智 中等身材个儿不高 长得很魁梧 一团的正气 白净的面皮 两道浓眉一双大眼 为什么 公卿退朝走了 您想想 这蝎智 他是朝中重位要大臣 他走得最慢 就看见孔宁 跟一幸福回去 他侧耳敬听 朝堂知识 就说着男女 这些难听的话 蝎智能受得了 蝎智转身形 就回来了 这两个人一看 蝎智回来 知道蝎智要建言 因为建言之人 身为大臣 都是垂身正乎 手托降牙护板 那就是建言了 君王也得听 在东朝列国的时候 比战国还稍微强点呢 还强点理呢 到战国那儿 就随便打了 所以陈灵宫一看 就害了怕这俩人 对不起 拜拜 俩人赶紧 有打侧门就出来了 陈灵宫望着一坐 蝎智进来了 他也想站起身心走 他站起身心 刚要走 蝎智上街 伸手就揪住了 祝国 朝堂之上 是法治之地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言语 互相标保 误会难听啊 去必改之 我改 我改 汗都下 谢之一听 主公说改 那就不能再说什么了 谢之走了 谢之刚一走 到门口 看这俩在后边藏着呢 所有文部大清都没走 知的有事 这俩是藏后的了 你们俩给我出来 身为大臣 建君有不善之力 应该建言才是 没想到你们两个人厚颜无耻 在朝堂之上 法治之地 跟君王嬉笑戏念 厚语难闻 没法听着你们说的话 不支持 是是是 当着大家伙多寒着呢 好了各位 刚才呢 咱们又听了一段 咱们又听了一段